早幾年 手錶火紅時 差不多很多品牌都受惠 大部分AD都不會買到熱的款式 入到專門店不容易排隊 綠色一出時很多人排隊 如我之前說過 我喜歡實色面 雖然綠色比較熱 加了一次價 現在大裝Grandy 都要7萬元一隻 店舖沒有抵抗 現在隨著標市冷卻了一點 就是品牌見真章的時候 我不敢說 因為很多人都有買 有很多品牌之前火紅吹谷 每個人都說要等 又很貴 又沒有抵抗 入了一場之後 才發覺冷卻的風很快 現在瞬間有多AD的 特別有多AD 7-5折 或者再低一點都可以買到 反而我覺得積架 即是Poteet Exclusive 這幾隻顏色 長期全球性 香港人玩手錶 比較有獨特的風格 這些手錶基本上在街上很少見到人戴 沒有那麼多人會欣賞 但其實在日本 歐洲市場 這幾隻顏色 藍 綠 紅 長期 這幾隻顏色 都是用手錶 但我看 到現在 我玩 有時候最後的手錶不要 我都會送他去外國 因為在香港 坦白說 有時候有些麻煩 有些要求比較高一些 可能也經常怕別人欺騙 所以有時候寧願送去外國 價錢也很多 我這隻綠色 剛剛今天拿到上手 我第一次在拍短片的時候播 我當然覺得他很吸引 戴上手 特別是夏天 可能會比較有特色 但相對於我自己的紅色 我到現在都堅持 實色面的味道 令這支錶比較高 如果這兩支錶是白金 我相信很漂亮 今季即假Reverso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去看的時候 要簽一些保密協議 不可以拍照 否則不知有什麼後果 或者會害到別人的保密協議 看完之後都覺得很震撼 不過這三支 紅藍綠的 現在都變成了保密協議 的手錶一直長期 都是喜歡簡單 優惠味道的 即假捧場者的喜好 不過我自己 有一個想法 在三支裡面 我選一支 我也是選擇走紅色這支 至於綠色 也是當中最火紅的一個款式 最多人喜歡 但我自己認為 比起紅色 略信一囚 純粹個人 不過在整個市場裡面 綠色 是永遠 即現在 在三支裡面 是價值最好的 藍色 推得久了 看習慣了 特色性 我自己覺得比較少 至於這些 reversal 尺寸 這些是大裝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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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不會覺得 頂手 就不需要太擔心 他整隻錶降出來 因為以前八日鏈 大隻一隻 很多人都戴不到 那 大家記住 不要這樣拍下去 要拉過來之後 才推進去 如果 當你擁有了職架 這隻 你會在後面進黑些什麼 我長期 都覺得 擺一個蝙蝠盒的 logo 是很漂亮的 好 謝謝大家